詞曲 李宗盛 都在最后化为沉默 所有的容器都必成空 或许我可以 伪装不在乎的笑容 却又锁不住撕裂的伤口 所有的感觉 都在最后随风飘落 所有的故事将成传说 或许我可以 掩饰一个人的脆弱 却又逃不出思念的枷锁 什么样的人才有资格流泪 什么样的记忆才叫做伤心 也许我永远无法了解 是有在风中告别仅有的爱情 什么样的人才有资格流泪 什么样的记忆才叫做伤心 也许我永远无法忘记 惊讶的喜悦 对光中处处细心体贴 不久姐妹间为了公演通知 再起争执 于强不愿告诉于薇 不能再继续跳舞的事实 只好请光中代劳 借机奉劝于薇 而光中也有新的制造机会 为于强于薇姐妹 调解僵持局面 使得姐妹两人 军队光中暗地倾心 至于袁大军 得知光中担任陆刚的土地总监 亲自出面 向光中打听土地行情 谁料光中不改其正直本性 再度与袁大军父子冲突 来 立方 那块店的清风怎么做的 董事长 他要买 对他有利吗 他当然会买了 废话 他当我任大军是摆地摊的 把我的土地当成跳楼货 打三折 五千万 五千万我连半钱都不够 你怎么跟他谈了吗 现在价钱还没看拢 我们明天别急 做生意总是买的地方想买低 卖的地方想卖高 现在他虽然开这个价钱 可是我们并没有答应 我现在是卡在中间 七不上八不下 他倒好 他在这悠悠闲闲地等着我 我想情况还不会这么糟 董事长 我最后还有一张王牌 王牌 什么意思 我跟他女儿私交还不错 我想 那个姓陆的 他再怎么精明 也精明不过他的独生女 你凭什么那么优把我 董事长 亏了你还有这么一招 董事长 我会尽力把这件事情做好 嗯 你还比较尽心呢 不像我儿子光中跟我窝里反 我现在真的怀疑 他到底是不是我的儿子 真是作孽 董事长 您先别生气 那个陆老板已经约我去他家见面了 嗯 那好啊 你要掌握住这最后的一次机会 我们绝对不能够输 还是你脑筋比较灵活 懂得运用关系 这件事情成了之后 我绝对会好好地谢你 董事长 这是我应该的 人在商场上 总是要争一口气 对呀 这个商场上有什么道理好讲 你今天不杀别人 别人就会杀掉你嘛 真的 你比光荣强多了 这件事要全看你咯 你还吹着风 想起你好温柔 用你的日子 二姐 歌唱得不错嘛 你管啊 你最近的心情好像好很多咧 我本来就一直很好搭 才不呢 要不是人家任大哥来啊 每天陪你聊天 逗你笑 你能让那么好的脸色给人家看 还有啊 任大哥还没来的时候 你知不知道你的脸色下什么啊 下什么 包公啊 那现在下什么呢 苹果 你少胡说八道好不好 不过啊 我承认 由于他的开警呢 我最近的心情啊 真的是好多咧 人家对你那么好 你应该有所表示嘛 那你叫我应该表示什么 就简单咯 就说分离咯 那男朋友来接你了 你先走啊 拜拜 有两样东西啊 送给男朋友是最好的 而且啊 很有意思哦 那两样东西呢 一样啊 是皮带 送男朋友皮带呢 就表示啊 他已经被你紧紧的套牢了呢 那另外一样是什么 一般人啊 皮带都有好几条 可是不见得每一条都固定用得上啊 可是啊 像皮夹呢 几乎我们都是天天带在身上的嘛 你想想看 如果你男朋友啊 每天带着你送给他的皮夹 像平常他负账啊 什么的 一打开皮夹 他就会想起你了 是不是 那是不是把皮夹送给他的时候啊 偷偷地在皮夹里面 夹上一张你的照片 一起送给他 等他打开皮夹的时候 就会看到你 哇 多温馨 多浪漫啊 绝对是无超所值呢 你真的很会做生意哦 谢谢 那你是要买皮带还是皮夹 还是两样都买呢 我看我还是买皮夹好了 好 那我给你推荐几样新的款式 第一帮 其实不用买了啦 我爸什么都不缺 不行 我第一次帮你家去 如果两手空空的话 你爸爸会认为 我一点理数都不懂 第一对我印象不好 第二你也没面子 其实我爸对你印象好不好 更重要 只要我对你印象好就行了 那你对我印象好不好 你想明智顾问啦 天带蛮好看的 你穿一定很好看 我们只帮你爸爸买礼物 我不管我一定要帮你买 我不管我一定要帮你买 立邦 立邦 你干嘛 小薇 你一个人逛百货公司啊 我才不会那么无聊呢 这里半天我请立邦到我们家吃饭啊 他说要送你点礼物给我爸爸 哦 那立邦人呢 我刚刚还在这里呢 在这里 立邦 客来嘛 小薇 你一个人在这逛 你当然没想到 跟金华约会会碰到我吧 什么约会嘛 我们只是随便买点东西而已 小薇 你都不知道 你想我跟立邦约会啊 都到人很小的地方去 你想碰到我们啊 可难咯 对不对啊 立邦 你说啊 是不是嘛 看他们两个这样子 感觉应该蛮不错了吧 你不要举下我们了啦 我知道你现在跟你那个 已经不错了哦 哪一个 你不知道啊 小薇有个梦中情啊 真的啊 别听他瞎掰了 我家里有事情 我要先回去了 来 谢谢啊 这还真的蛮不错的 不要再担心二意了 你先担心一点 我是说 我是说叫他对你好一点 以后不要担心二意了 拜拜 拜拜 你听到没有 小薇叫你要对我好一点 你都不会对我担心二意吧 好 我们赶快选东西吧 我选了两件衫衫 你今天拿一件好衫 不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 小薇 謝謝 不客氣 這是一點小東西而已嗎 很漂亮 那是最新的款式啊 我是收你的照片 小薇啊 我是立方 我在你家巷口 我現在就來把今天的事跟你解釋清楚 順便 我有些事情想要問你 見面再談 拜拜 喂 喂 什麼事啊 沒什麼事 嗯 剛好我有一個朋友打電話找我 我先出去一下 陳大哥啊 我問他怎麼了 我也不知道 接了通電話就趕不出去了 一定要是那個男的找他啊 小薇 小薇交男朋友 嗨 小薇 找我那麼急 有什麼事嗎 到你家再說 哎 嗯 佳和在問習功課 這樣子好了 我們找個地方聊一聊心不心 好 有什麼話要跟我說 你現在可以說了吧 小薇 我跟金黃 立邦 我希望你先弄清楚一件事情 就是我跟你到目前只是很普通的朋友關係 所以你有權力去做你想做任何事情 也不需要跟我解釋的 你懂我的意思嗎 你還在生我的氣啊 我是氣你 但是我不是氣你跟金黃交往 而是我氣你 你氣我什麼儘管說 我一定改 改到你不生我氣為止 氣你在利用金黃 我 金黃是我最好的同學 也是我最好的朋友 所以我不想平白無故地看他被人利用 甚至被我們玩弄 我承認 為了那塊地 我是有點利用金黃 在他爸爸面前當稅客 可是我絕對沒有玩弄他的意思 這是你的藉口嗎 如果你還想用這種藉口來搪賽我的話 那更表示你是個公司不分的糊塗蟲 小薇 你跟金黃的爸爸在商場上耳魚我 我這樣巧取好躲 那是你們之間的事情 你們不應該扯到朋友的關係上面的啊 可是 金黃在他爸爸面前說一句話 好過我費勁唇舌說一百句啊 你還狡辯 金黃這個稅客就算是當成功了 今天他爸爸願意出高價 把你公司那塊地買下來 你的地位是保住的 然後接下來呢 接下來 當然是老闆對我更氣重了 我不是說你 我是說金黃 你對金黃怎麼交代 把他甩了是不是 你回答我的話啊 小薇 沒錯 你們老闆是對你會更氣重 你的手段是成功了 你地位是保住了 可是金黃呢 卻平白無故地被傷害被利用了 沒有做事情之後你是可以避不見面啊 你可以對金黃的傷心難過不聞不問 可是我沒有辦法 我沒有辦法面對他 因為我覺得難過我會覺得愧疚 這件事情根本跟你無關 你有什麼好愧疚的呢 誰說跟我沒有關係呢 從事情一開始 我就知道你在利用它 可是我去幫你隱瞞 難道我不會覺得愧疚嗎 不瞞你說 這幾天我一直在想 我一直在想跟金黃 跟金黃說出你對他的陰謀 這幾天我一直在想 我一直在想跟金黃 跟金黃說出你對他的陰謀 陰謀 這不是陰謀是什麼呢 只是金黃現在對你還在心頭上 我不可以就這樣潑他冷水 而且金黃是個千金大小姐 她對自己充滿了信心 就算是今天我跟她說了事實 她也不會相信的 甚至還以為我在嫉妒她 所以直到現在我才 我還是 謝謝你 沒關係 用手指定我還是會告訴她 搞不好下次啊 你剛約會的時候 一見面啊 她會先給你一個耳光 你還是會告訴她 如果你還繼續利用她的話 我一定會跟她說 因為我覺得這是做朋友的道義 你可以為了達到目的不擇手段 甚至不仁不義 可是對不起我做不到 小偉 你說的沒錯 這件事 我承認是我不對 我下次碰到金華的時候 我一定會跟她講 我跟她只是普通朋友 真的 你會不會因為她們的就是 你這麼是 我會不會認識 死人 你會認識 你會認識 我會認識 你會認識 他媽的 我會認識 你她怎麼會認識 她們認識 小薇 我已經答應你跟金華劃清界限 你又怎麼了 你跟金華之間是一回事情 跟我之間又是另外一回事 什麼意思 因為我從來沒有表示過 你跟金華之間把事情弄清楚之後 我應該跟你怎麼樣 你是說你還是不接受我 原來金華說的都是真的 金華跟你說什麼 說你心裡已經有了別人 他是誰 他曾經救過我 他在最近呢 也一直幫助我 尤其在我腳傷之後 他不斷在我身邊支持我 鼓勵我 小薇 你需要支持 需要鼓勵 這些 這些我一樣可以做到 只是你一直不敢給我機會而已 你要知道 為了你 我可以不惜犧牲一切 對不起 李娜 有很多事情 不是光靠嘴巴說說 就可以的 李娜 你放了你 你為什麼要這樣燒你自己呢 你怎麼樣這麼傻 痛不痛 你相信 為了你 我可以不惜一切 我相信 我相信 你還痛不痛啊 痛不痛 我還很痛 看到你對我的關心 現在不痛 為什麼要那麼傻 我先去幫你買藥 在這裡等一下 小薇 我開車帶你去 幫你買藥 包裝 你怎麼會來 小薇不在家 家庭又窝在房間裡念書 我一個人覺得挺無聊的 所以出來走走 順便接你下班 還在你夠意思 小薇找那麼安全 你擔心什麼? 怎麼樣嗎? 你看著幹嘛?想買房子啊? 這個笑話一點都不好笑 我們的房子下個月租業就到齊了 房東把房子收回去 要是再不找房子搬的話 下個月我們就露出街頭了 那找到沒有? 這邊有一間已經跟房東約好 明天早上去看房子 就是一家 找進去了 走了回家了回家了 走走走 我請你吃宵夜去 還吃什麼宵夜? 宵夜在這兒 你吃什麼? 你吃點啊 水泡已經破了 回家不要碰到水啊 我就知道 我馮麗幫還是有人關心 朋友之間嘛 本來互相關心 就是應該的 你說的沒錯 尤其是男女朋友之間 李邦 你知道的 到目前為止 我們兩個只是最普通 最單純的朋友關心 這陣子 我也只想好好的休息 把我自己的腿上揚好 然後重新再回到 我自己的舞蹈生涯 我真的很不希望有任何事情 再去影響我的情緒 我想你應該懂了我的意思 我懂 我當然懂 你放心 以後我絕對不會惹你生氣 但是你不能拒絕 我對你的問候跟關心 正如你剛剛所說的 朋友之間 本來就應該互相關心了嘛 你真是好會現學現賣 我真的不想跟你爭什麼 只是我想告訴你 朋友關心的方式 有很多種 如果說你關心的過度 你的態度過分了 我照樣可以回去你 小薇 好了 不要再說了嘛 已經很晚了 早點回去休息 明明早要上班呢 小薇 我送你回去 不用了 你先走吧 小薇 不用了嘛 我們家就在前面 走兩步路就到了 好吧 那我明天再打電話給你 有事情 我自然會空你的 拜拜 再見 吃一口嗎 我看 不要再吃了 吃一口 看 半夜三夜誰看你 吃了 吃了 你看 你放我胎兩天十一 還可以你 我應該糟點報應 我給你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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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餓,您慢吃啊 誰? 任大哥 來 小翔剛熱過的,趁熱吃 我說過我不餓的嘛 跟男朋友吃過宵夜才回來 誰是問我男朋友的 佳和說的 你聽佳和胡說八道 以你的年齡,有男朋友也是正常的 再說,你長得不錯 如果沒有男孩子追求,那才叫奇怪的 我真的沒有男朋友嗎? 你看你,一提到男朋友臉都紅了 不管怎麼樣 這是小強特地為你跟佳和帶的 多少吃一點 我走了 喔 喔 小姐,對不起喔 我想請問一下綠醫師病房的病人到哪去了 你說任先生啊,他早上已經出院了耶 出院了? 對啊,早上有一個小姐來接他出院了 小雅,等一下啊,幫我把這件事買給公眾 哦 姐,怎麼還幫任大哥洗衣服啊? 人家都要洗嘛,多洗兩天也是一樣啊 你對任大哥真的蠻好的嗎? 我對誰都是一樣,要是換了別人啊 我一樣會幫他洗衣服的 小嫂,把衣服拿來給我解一下 好 來,你在找什麼啊? 我一見白信山,奇怪了,往哪去了? 那,在這裡 都已經燙好了,謝謝你啊 沒什麼啦,接著我治療而已嘛 唉,單身汗就是沒辦法 幸虧有你姐妹啊,照顧我 我哪有照顧你什麼 其實我覺得,好像我姐姐照顧你 比我照顧你多得多啊 唉,我姐對你那麼好 有沒有想過要怎麼樣回報她呢? 唉,我有這個意思啊 唉,小偉啊,你幫我想想看 我應該怎麼才能回報你姐姐 嗯,其實你就可以請她去吃個飯 看場電影什麼的嘛 她每天那麼忙,哪有時間啊 來,再說啊,請她吃飯看電影倒無所謂 我怕啊,有別人誤會,我在追求她 我姐姐不錯啊,你跟她在一起,蠻配的 有什麼好怕的呢? 誰也不會說你姐姐配不上我 只是 只是什麼? 你沒有發現,小偶對你姐姐很好 小偶,小偶跟我姐姐哥嗎呢? 誰說的 我看啊,小偶對小強啊,一副為命是從的樣子 我敢跟你打賭 小偶絕對是喜歡你姐姐的 那又怎麼樣呢? 其實,你也可以加入角逐的啊 在愛情的規則裡頭,本來就可以公平競爭了嘛 是你自己不願意爭,還是 還是你本來就有女朋友 所以根本就不想爭了 唉,我,我哪來的女朋友啊? 你少來了啦 記不記得上回你生病的時候 我到醫院接你 結果沒接到 護士跟我說 說你女朋友來接你走了 她所說的女朋友 就是你的姐姐小強 這麼說 你承認我姐姐是你女朋友咯? 你少扯我後腿了 我跟她到目前為止 是好朋友,是哥兒們 而且,我跟她根本沒有一點兒女私情 可以扯在裡面的 我騙你幹嘛 也許我永遠無法忘記 這樣讓我心碎的人 是你 不要我 這個我們太複雜了 我不會太複雜了 這兩萬 兩萬 哎,房東先生 這房子雖然不錯 可是兩萬塊太貴了吧 哎呀小姐 請你看清楚了 這是樓宗樓啊 兩萬塊我們實在負擔不起 既然這樣 那我們再看看好了 哎,兩萬塊怎麼樣 你神經病了一萬五啊 不行不行 老婆 我看余小姐人蠻好的 人家負擔不起我們就少收一點嘛 總比把房子租給一些萬七八磚的人好 對啊對啊 房東先生 他們就只有三姐弟住很單純的 那一萬七 房東先生 一萬七跟兩萬有什麼差別 還是太貴了啦 老婆 不創那兩千塊 一萬五 好了好了 要不是他幫著你們說話 我差不住呢 謝謝你啊 謝謝你 不客氣 你們什麼時候搬進來 下禮拜應該就可以了嗎 哎差不多了 需要我幫忙嗎 不用了 哎 你就坐會兒 我去拿荷葉來把你親一下吧 啊 好 好 說實話 這個環境還是不錯 這個叫什麼阿勇的傢伙 現在養生流口水的樣子 我看了就討厭了 哎 哎 那證明我有魅力啊 怎麼 你見不得人好啊 哎 我是在擔心你們搬進來以後啊 他有事沒事就糾纏你 哎呀 安辣 等我搬進來以後 對他凶點 他自然就不敢爛來了 我當然相信你應付得了他 你那個個性誰忍得到你誰倒霉了 我是擔心小薇了 你擔心小薇什麼 像你這樣男人婆她看了都會流口水 這樣要是看到小薇那還得了啊 她要是敢欺負小薇啊 我 我就開車 是樓中樓啊 那不錯啊 哦 遠了一點 好好好 我們公司有小發財車 我去跟董事長見 是啊 不用找搬家公司 這樣可以省一點 好 好好好 好 那再見啊 拜拜 你進去趕快做功課啊 有不懂的 等人大哥回來再問他知道嗎 知道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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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嫌我唠叨 蘇年好教的前途是你自己的 要不是你是我弟弟我才懶得理你呢 進去 姐 你知道嗎 你每天來學校接我 我同學都取笑我 笑什麼笑 他們笑你什麼 他們都笑我還在吃奶啊 每天還有人來接我回家吃 嘴巴是人家的 人家愛怎麼講去怎麼講 你管得著嗎 隨他們去講 對呀 你講得都輕鬆 姐 我跟你商量一下啊 以後你就不要到學校來接我了 我跟你保證 我絕不在跟那些人學壞了啦 我也老實告訴你 下禮拜我們就要搬家了 搬家以後新家比較遠 我根本不可能每天去接你 真的啊 你開心的什麼下啊 我最擔心的就是這個問題 姐 你少擔心了嗎 我不答應過你 我不許壞了 我以後就用電話遙控 每天打電話來 要是發現你不在 看我饒我饒你 那 今天衣服拿人拿個房裡去 哦 哎 你順便拿運動給我 姐 你還要趟衣服啊 不用去財廳嗎 還沒午點 趕一下還來得及啦 你說要借我們公司那一副發財車喔 會不會弄壞啊 你要知道 這每一樣東西啊 只要多使用一次啊 就會多一次的折舊喔 是 我只搬一些衣服啦 書啦 很輕的東西 我想不會弄壞了 很輕喔 對啊 今天要是別人開口啊 我是絕對不會答應的啦 那你開口了嘛 好啦 好啦 借你你就去開嘛 那謝謝 好 好 我下去 好 好 對對對 不過我還是要照這個公司的規定喔 我要收這個租金喔 租金 你放心 我會從你的薪水扣的啦 董事長 那你到底要扣多少 拜託一下 你可不能收的比搬家公司還貴喔 好啦好啦 我看租金也不要啦 不過你記得喔 你車子開回來之後啊 那個油香啊 油要加難啦 我會 我會 小強呢 去接他弟弟放學啊 這都幾點 我會 經理 小強每天放學接他弟弟 事先跟你報備你同意的啊 我是同意他可以偷留自己這家弟弟 可是並沒同意他到五點還不回來 今天不知道怎麼搞的 可能是塞車吧 沒有關係嘛 經理 沒有什麼客人啊 啊 你說沒關係 就沒關係啊 是你當經理還是我當經理啊 當個小小餐廳經理什麼了不起 你這是什麼話 在台灣叫國語 在大陸叫普通話 你聽不懂嗎 你 你少給我神器啦 我跟小強不一樣 他負擔重 捨不得丟掉這份工作 所以一直忍著你 我呢 孤家寡人一個啦 也不是很在意你這份出國 更別必要看點事 你就滾 滾就滾嘛 口子不要厚一點啦 閃風 幹嘛 經理 你回來剛好 你跟他一下意思就滾 小強 咱們如果是好客人的話就功能進退 你不要管發生什麼事啊 你到底走不走 什麼走不走嘛 你不走我走 走 小虎 經理 到底發生什麼事啊 你問我幹嘛 你應該去問他 小虎 他年輕氣盛 又明天都好說 有什麼地方得罪你 我帶他向您道歉嘛 你不用跟我道歉 我現在做事清清楚楚的 今天早上我針對是你 可是現在我針對是他 要道歉的應該是他 我已經說過了 我帶他向您認錯啊 這種事情哪有得帶的 你很在乎這份工作是不是 你叫小虎 乖乖地來到我面前 給我誠心誠意地說聲對不起 我錯了 要不然 以後不要說他不要來了 連你也不必來了 欸 經理 小虎 我希望你不是來叫我 回去跟那個雜碎道歉 你說得對 經理真是個雜碎 不過 我還是希望你跟那個雜碎道個歉 你走吧 小虎 小茶你不要勸我 你以前都不是這樣的嗎 小虎 你怎麼樣看我我不在乎 可是我跟你講 我真的很在乎那份工作 沒出息 你講得沒錯 我是沒出息 我傷了自己的父親 我壞了我的家 可是現在是老天爺在懲罰我 我現在什麼都不會 我只會趴車 小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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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要前治療 小虎還要念書 我不能像你娘說不幹就不幹 你讓我去做什麼 小虎 小虎 對不起 你不要跟我說這三個字 拜託你 這當作是為了我余強 去跟經理說對不起這三個字 可不可以 小虎 如果你叫我先回去殺那個雜碎 我一定馬上就去 可是 你叫我回去跟她道歉 打死我都不可能嗎 我來這之前我已經料到 叫你回去道歉是不可能的了 沒關係 我現在就回去 回去拿我的東西 小虎 小虎 如果丟這份工作 接下來誰又找不到工作 你怎麼辦 那就不勞您費心了 我另有打算 你打算怎麼樣 聽你不是說嗎 那些酒廊啊葉總會的 每天都在找人嘛 你不會吧 你有本錢耍客氣 我可沒有本錢哪 你如果敢去那種地方上班的話 我打死你啊 等我決定去哪家上班以後 趕快通知你 有錢的時候 記得來看我的廠啊 我去道歉吧 我去道歉吧 小虎 謝謝 也許我永遠無法忘記 這樣讓我心碎的人 是你 是你 小虎是丫頭 也真是的 小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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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虎呢 文大哥二姐出去 大神跟男朋友約會去 哎 家和 你知不知道小虎喜歡什麼 幹嘛 沒什麼 我 我想送些小東西給他 可是 又不知道他喜歡什麼 我也知道他喜歡跳舞 廢話 我也知道他喜歡跳舞 我只是想知道 我只是想知道 他喜歡什麼樣的禮物 我是不知道他喜歡什麼禮物啦 不過我 我知道我想要這手錶 我只會把他喜歡 貴靈精靈 如果你真的想送我一支的話 最好是好一點的 那要看你下次月考的成績啊 要是讓我滿意的話 我送你一支 而且這個款式啊 隨你挑 說話算數哦 任大哥什麼時候騙過你啊 趕緊做工作去 好 我趕緊去 好 你愛你 只放棄這段情 風托在眼中心中 的你的背影 不敢再願離想你 只放住我自己 沈溺在風中雨中 往事隨它去 不敢再留你 愛你 只放棄這段情 風托在眼中心中 的你的背影 風托在眼中心中 的你的背影 風托在眼中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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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真是白色的